四年前108年10月1号早上9点多 南方澳跨港大桥发生了断桥事件 有一台油罐车也从桥上坠落 造成了六死的意外悲剧 六位罹难者是三名的菲律宾籍的渔工 以及三名印尼籍的渔工 新桥已经在111年12月31号完工了 为了感念劳工朋友们的辛苦付出 以及纪念工丧事件的伤痛 因此航港局特别委托了宜兰县政府 在南方澳的桃海文化馆 设置了南方澳跨港大桥的感恩纪念物 并在昨天11月1号来节目了 这首歌的歌词是当时候非常困难的 艰困的时候 我歌词我把它创作出来 艰困帮我调整一下 然后那个谱 歌谱是艰困写的 所以谱出了一个非常动人 可以传唱很久 让我们一起纪念下去的一首歌 我希望可以安慰六位弟兄在铁智林 四年前大家都知道 南方澳跨港大桥震惊了全国全世界 那就是断桥 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移工们 就是离乡背景来到了我们的国度 然后桥断了 那就是对他们的真的很不舍 然后非常感谢这些移工们 谢谢他们的付出奉献 但是我们中央地方大家都一起努力 就是在这四年当中我们把跨港大桥把它盖好了 我们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事情再发生 那过程当中 当然在去年12月18号 南方澳大桥重建完成 我们知道这几年呢 大概在近三年的时间呢 其实这桥断掉了 对南方澳的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让我们尽力想办法呢 让它这么能够维持 但是呢还是影响很大 那这个桥通车之后 我们也期望南方澳大桥 南方澳这边呢 它的整个亲戚活动和商业活动和生活呢 能够回复到正常 让这个南方澳这边呢 能够这个更好 生活得更好 设立了南方澳跨港大桥感恩纪念物 象征着我们对这六位外籍 移工的感念还有布设 而墙上的茉莉两个字 取茉莉花的谐音茉莉 存留着一份茉莉之交的情谊 你没有一个六次看过去的问题 我想一下 我的那边的位弟兄 我没有一刻忘记到 今天 为了今天他们大家聚集在这里 我真的非常感动 联系委员在一路上支持我们 那县府这边还有 劳动部 香港区 劳动部的这边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跟帮忙 虽然过程当中有一些坎坷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终于把它完成了 最后参与的贵宾也一一献上白玫瑰 来感谢在台湾打听的劳工 以及联工朋友们 宜蘭新闻记者 来下午财宝报报道